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有人透露方斌被关押在武昌监狱 也有消息指被关押在湖北省监狱管理局 2月24日海外媒体报道 武汉居民方先生22日受访时表示 很亲近的朋友都不知道方斌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但他最后一次听到方斌的消息 是说方斌被关押在了武昌监狱 不过2月23日 蒋网正Edwin一科的YouTube频道披露 方斌之前可能被关押在武昌监狱 但是目前已被转移 视频消息指 方斌2月10日是被汉口区警察带走 通过相关渠道 以中共公务员体系的首分责任制 从中共武昌区政府督察室主任张帆处了解到 方斌已不在武昌区 可能之前被关押过 但是现在不在 并指方斌的案子已经超过武昌区的办案权限 蒋网正Edwin一科说 2月23日 他从一位在湖北省监狱管理局附近工作的知情人处了解到 当天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在审问方斌 据悉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位于武汉市武昌区 红山街道口商圈中南三路21号 有海外记者透露 曾多次拨打武昌监狱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的电话 均无法打通 方斌从1月25日 在武汉直击的YouTube频道上 曝光了武汉的实际情况 尤其是2月1日 方斌到武汉市至少5家医院拍摄 引起国内外轰动 2月1日当晚7点左右 伪装成医生的武汉市公安局警察到方斌家 将方斌带到汉阳四星派出所 之后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当局在当晚深夜释放方斌 但是2月4日 警方再次骚扰方斌 之后方斌透露 他楼下全是便衣警察 此后方斌坚持 每天在YouTube上发一个视频 向关心他的网民报平安 并发起全民互助 全民反抗 还政于民的运动 2月9日 也就是方斌对外失联的前一天 他曾发出13秒钟的视频 该视频中 方斌念着用毛笔书写的八个字 全民反抗 还政于民 当前中国形势紧张 但高层却处于拍脑袋决策 判断问题颠三倒四的状态 而在关于武汉全程运转政策上 也是朝令夕改 信口雌黄 令民众无所适从 也更增加了人们 对高层决策能力的怀疑和担忧 24日中午 武汉政府突然宣布部分解禁 但仅仅过了几个小时 又再度宣布解禁通告无效 并称将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坚决实施习近平的指示 严控与对外通道 避免形式恶化 2月24日 武汉市有关方面发布 关于加强进出车辆和人员管理的通告 第17号 有限度的开放车辆和人员进出 令人诧异的是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 武汉市再发布相关问题第18号通告称 第17号通告无效 18号通告表示 将会严肃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武汉市绝对会坚决执行习近平的指示 牢固全国议题的思想 严格控管人员与对外通道 避免问题恶化 有评论人士称 国难当头高层决策 充满了随意性和各派政治利益的考量 从这场危机开始的信息发布 到现在问题的处理应对 老百姓的生命都是宫廷政治 黑箱作业的实验品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